就在全球经营市场大举回稳的同时 美国到底要不要降息 也引起了多方的关注 尤其是FED在美国联准会 过去曾经画出了一整年 可能会实行降息的时间表 但目前时间已经来到了2月份 接下来的一个月 到底会不会实现呢 现在恐怕有了变数 因为其实看到FED主席鲍尔强调 不贸然降息 虽然目前利率还是5.25%到5.5%之间 是23年的高点 但是在通膨率迈向2%之前 不宜降低目标区间 所以经济数据现在目前 美国还在观察当中 认为要有更多的好数据 才有可能把降息的时间 再往前提 而最新的声明也说是 下一步呢不是升息 就是降息 但是时间点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还没有这么的准确 但无论如何 如果你看到3月份的降息 不大的时候呢 现在CNBC也出现了 一连串的预测时间 包含了3月份降息 的确还有几率是9% 但是呢5月份就有50%的几率 而6月份降息的几率最高 达到70% 所以简而言之在年中的时候 应该会实施这一波的经济政策 但目前为止 因为还有一些变因存在 包含了Flexport 美国跨国的供应链公司呢 其实也发表了一些 跟运输管理有关的看法与观察 比如说巴拿马运河 因为干旱导致低水位 所以现在呢 运量是大幅减少的 另外在鸿海的危机 最近呢 其实也有很多厂商发现了 他们本来2月份应该要到的货 现在要延到3月才会抵达 所以航运中段如果持续一年的话 通货膨胀可能会飙升2% 这是目前Fed正在观察 美国通货膨胀会不会降下来的重要关键 哈喽 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